台北市第一便宜館 今天做完發肥後後就要退縮了 台北市長周萬安是表示說 一旁退縮後會先來做立地 還是停車場 後續要怎麼來利用 要再聽到郭家的意見 再次來評估 台北市第一便宜館十幾齊 紀行紀後發肥 願望退圖作業能一切順滴 台北市第一便宜館圓滿落幕大吉 台北市第一便宜館 正經行替堂堂正式拿來 也算後驅過一家座 台北市第一便宜館正式驅接立宿 台北市長周萬安表示 拼圖作業暗算愛國國外宜館完成 但拼圖後 第二次會想將台北市第一便宜館 先做任期停車場設置立地 也要修正國庫的意見 和地方的訴求 做台北市發展來當萬幾歲 另外一旁的小朋友 跟東北平是數人頭地 未來是不是頂修 目前還要做精體評估 里廳的總數有28廳 其實加總起來是比一兵跟二兵原本 21廳還要多 兵櫃我們也增加了300多個櫃位 總數來到1314 所以整體來看量能是足夠 但是從一兵銜接到二兵 我想這中間當然還是有一個過渡期 基因都是非常接受說 這個一兵要採取 已經夢想了已經五十幾年 六十 將近六十年 所以說他們寧可回歸已經不要 但是就是要把這個一兵採取掉 把我在附近把它熱落起來 那我們建議是 我們裏面所有的建議就是要做雙半大使 雖然目前兩年都在去這邊 不過當然另外交通和停車場 是不是最早都要去考驗 另外一旁未來是不是該去做 下體核實施回到中心 目前台北市府要在評估 還沒對我公布 記者綜合報道